歡迎大家來到12月3號的PC賽 Sunny Moon第一場比賽 我是Jeremy 我是Hugo 現在是Swiss最後一場Round 5的比賽 是Ivan對上高山的 兩位都是2-2的選手 這場贏了之後是有機會會晉升到TOPC 而輸了就可以到科學院找大家學食 先看看雙方的隊伍 首先看看高山的隊 高山的隊伍是一隊有紫玉劍的隊伍 但為什麼要用紫玉劍來Counter晴天 應該是水屬性 那一隊沒有自揮星的回探歸隊是比較少見 不過又有我們最喜歡的群儀小蛇 而且整隊整體的速度很快 應該就完全不依賴氣空 而Ivan的隊伍是很防御型的隊伍 有雷莉 有格拉格拉 大嘴歐 風速9 鐵火輝夜 還有這個藍獸 多邊獸2 多邊獸2 這隻精靈其實是很黑META的精靈 因為現在比較流行 同時間攜帶10萬伏特 或者放電 影球和冷凍光速去針對現在所謂的BIG6 嘩 所謂BIG6 還有它有下載特性 加一下特攻 其實它的攻擊力和防禦力會超級高 其實那隊所謂的BIG6 其實都不是六隻的 主要是四隻的 但是很難形容 它叫放電地震隊 放電地震隊應該不錯 兩個都沒有換過三位做什麼 對 這些是戰鬥狂的精神 好 這邊金毛的高山 好啦 鬼佬高山 終於不是藝良隊藝良 我們 虛不以得分為咬裂綠三雅的手法 一個很高速很激動的手法 這邊就是風速9和卡波跌跌 兩隻都是95速 暫時高山那邊的速度是有優勝的 好像沒記錯高山那邊都是卡波跌跌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手法卡波跌跌有機會是速尊的 因為速尊的卡波跌跌是一個很具毀滅性的精靈 很高的輸出再加很高的速度 對 還有這個妖系招式和超能系招式 都可以打到兩邊的超級發脾 因為虛不以得本身是毒系 它就是克制卡波跌跌的精靈 但如果速尊的卡波跌跌 最一下精神的力是可以飛走到虛不以得 即使它這麼高的特防 沒錯 因為這個精神場地真的非常 O.P. O.P. 沒錯 擋先制招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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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四個場地裡有超能力 有妖精是有問題的 妖精是挺好用的 但真的太防守 這個時候多三換走了連阿綠莎 換上了紫月劍 可能想擋一下招 超能力會不會是呢 但吃一下精神力會死的 擋先制招之餘 原來意外 雙方都很漂亮的毒心 風速狗 做了一個保護 很保守的打法 上了鐵火輝贏 無論如何都不會吃到很大傷害 大家換了手法 鳳神犬用一次保護 繼續來 第一 turn 鳳神犬對面是一隻沒有被威嚇的紫月劍 但是紫月劍這個位置都打不到很多 對 紫月劍的打擊面都是 鋼和草為主 這個格鬥就為寶盲 寶盲就不管了 基本上鋼和草都是一個比較 砍META的屬性 對 現在貼火輝贏 其實這個 為什麼我覺得是一出最強的 你看他現在對著紫月劍 一出其實沒什麼鋼 所以最強 對著紫月劍 去不及得這兩隻UP 其實都沒什麼能打到他 好了 強行一下收場之鋼打過去 嘩 都非常之痛 好痛 然後拋一下雙重攻擊 其實我想 高山這次的雙重攻擊 是想防止對手換勝利 絕對沒有失敗 現在收場之鋼 去不及得提升特攻 會更加提升他的毀滅性 加龍泰我打回去 剛剛扣到一半 剛剛扣到一半 我覺得加龍炮 網上也有很多討論 應不應該用特攻向的鐵火 我覺得其實 雙刀向 雙刀向 但是這個 Heavy Slam 他的功力實在太高 我覺得 你基本上你性格 不是假物攻 已經很高水準 對 如果是 我想 Ivan如果有 Heavy Slam 應該會用了 但是他沒有用到 他用了光山炮 打去不及得 大概 打一半多些 可能他想要一個速度 因為如果你要玩雙刀 一定要減防或減速度 對 不會減防 基本上是扣很多數值 因為本身的數值高 我覺得剛剛高山圍下去的火狗 其實都很漂亮 我想計算過數才打下去 每身火狗 對 現在只要劍 現在只要劍 可以 基本上那個位置 應該是獨對面會換精靈 對 一看來高山就是 物攻磚 都不一樣 我覺得 對 現在其實 都算是大屠殺 已經加二了 但大屠殺之餘 都好像是加龍光炮 打到另一邊 可能讀這個 保護 可以 大家看到 其實紫魚劍吃一下 加龍光炮 跟這個 他不容易得吃 加龍光炮 是一樣的 但一隻 一隻 是害怕的 很搞笑 但其實 剛剛Ivan打下去 紫魚劍那邊 不是不合理 因為現在 卡破疊疊 是處理不到 對面這隻UB 對 除非束磚 但是 是不是 如果束磚 就可以刻到紫魚劍 以外的經驗 因為我玩紫魚劍 那紫魚劍吃一下精神 是會死的 吃這個閃光呢 不吃 吃閃光不死 就 也有 如果兩隻圍下去 就會比較麻煩 但當然他可以保護 如果他不是束磚 高先生很展現到 這個 紫魚劍和 驅吾爾德的聯弓 咦 打這邊 他獨中了 對面 竟然鋼蝦打到這邊 烏尼霸彈 就打到 這個 好了 要看一下加龍光炮 打到哪一邊 但其實打哪一邊 其實其中一隻UB 都可以處理到 對於 對於 剛剛也看到 LB用了保護 這代表他不是束磚 不是束磚 就是 慢過剛剛那兩位UB 現在雖然處理了紫魚劍 但是 現在還有水墓 看到Ivan怎樣拆解 也是非常期待 因為這件是絕望 我覺得 還未到絕望 因為後面那隻 是卡學絕劍 輝爺也 都處理了他 高先生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那隻應該是 Gachum 其實 高先生 但這四隻 都處理不到 鐵火輝爺 沒錯啦 所以鐵火輝爺一處一隻 打三隻 絕對有這樣的機會 還是鐵火輝爺 剛剛加了特工 但他不能升到兩級特工 嗯 看看兩邊的 鋪翼 很期待 一下力量寶石 會不會處理到鐵火輝爺 其實有機會 對 升到兩級特工 真的不少 鐵火輝爺 所以我想這個湯很關鍵 真的不知道究竟 做到什麼 鐵火輝爺 其實這時候的武器很漂亮 好啦 高先生那邊的 鋪翼先出招 是一個十萬伏特 但是 孤雷霸彈也是打 優先 其實 沒有計 沒有計 所以 加三級特工 這個 Celestina 忘記了中文名 其實我覺得高先生這隊的玩法 好像我玩那隊 很暴力 有一個聯弓 你會看到他用這個 觸磚的 應該是 還有這個 密工磚的 指援劍 所以加一隻 虛不易得 很高速的展覽 其實是一個 很強的聯弓的展覽型 沒錯 恭喜高先生 贏了這場 Ivan就 二三 有些 有些 怎麼說呢 今天的賽果都很多 意外 意外 不過我們都 可以看一下這些 比較新的玩家 在TopCut的表現如何 我們 待會再見 拜拜